大家好 欢迎来到玄乎神乎 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一个多世纪前经常有小团体聚集 他们的目的是通过灵媒或者是精神科学 来寻求能够超越自我世界的证据 其中最有名也是最令人信服的 大概就是著名的物理灵媒霍姆了 霍姆在25年的职业生涯中 举办了数百场将神会 参加将神会的人不乏一群持怀疑态度的人 不过尽管有人对他的能力提出了质疑 甚至说他是有欺诈行为 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 他仍然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霍姆的能力 对 维多利亚时代是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 应该是在1837年到1901年 当时很多知名的科学家 作家 诗人 都成为了霍姆的追随者 比如著名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巫的作者斯托夫人 他因为爱子夭折而寻求灵媒的帮助 试图与亡灵沟通 还有著名诗人伯朗宁夫人 他对这个灵媒和招魂术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多次参加霍姆主持的将神会 没错 霍姆他是一位苏格兰物理灵媒 他被称为物理灵媒是因为他不仅能和亡灵沟通 还能利用精神力量来操控能量 比如他能让空中发出响亮的声音 操控移动有形的物体 最厉害的是他可以悬浮在空中 连魔术大师胡迪尼都认为霍姆是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 和最受赞誉的人之一 也是灵媒的先驱 对霍姆的这个能力 据说是从他母亲那里遗传来的 他的母亲在苏格兰就被称为先知 他有预知能力 而霍姆他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霍姆一岁的时候就表现出体弱 而且还有点神经质 但是根据他本人说 他在摇篮里的时候 就曾经看到住在遥远地方的堂兄去世的景象 说明他有摇食功能 对啊 大概在他十岁左右他来到了美国 不像其他男孩那样 说喜欢运动 他不是 他最喜欢和一个叫爱德温的朋友 在森林里散步 两个男孩呢一起读圣经 彼此互相讲了个圣经里的故事 并且约定 他们中如果有一个人死了 那另一个人要和死者尝试着联系 这也说明这个霍姆他相信灵魂是不死的 对啊 那后来霍姆和家人呢搬到了另外一个州生活 从此呢 他和这个爱德温就失去了联系 有一天晚上 霍姆看到爱德温站在他的床角 身上发出明亮的光 之后呢在空中转了三圈 然后就消失了 他当时马上感觉到他的朋友已经死了 几天以后呢霍姆的家人就收到一封信 说这个爱德温死于立即 而且过世的那天呢 就是他出现在霍姆床角的前三天 霍姆的预知能力开始显现出来了 霍姆18岁的时候举行了第一次降神会 当时的降神会就是利用桌子作为精神沟通一种手段 其中一种手法就是转动桌子 让参与者围坐在桌子周围把手放在桌子上面 当地的一家报纸对此还有一篇文章报道 说桌子在没有任何人用力的情况下就移动了 有人试图阻止桌子的移动 但是感觉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好像在阻挠着 再之后呢霍姆在当地就成为了广为人知的人物了 他四处游历还能医治病人 还可以同王者的灵魂交流 当时有些牧师认为霍姆是受到了恶魔的侵扰 但是霍姆说他的这种能力是来自神圣的力量 后来霍姆的这种能力变得更强了 他请四五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面 但是人们发现那张桌子照样是移动 他的名气也变得越来越大 而且还得到了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认可 要知道这位法官本来他对霍姆是持这个怀疑态度的 其实让霍姆最出名的并不是让物体移动 而是刚才你说的悬浮术 它完全打破了万有引力法则 在一次将神会上霍姆就表演了他的悬浮术 不过有人认为当晚这个房间里的灯不够亮 甚至说还有点暗 所以很难确定这个霍姆是不是真的升到天花板上了 而且当时的敲击声很大 让人也感觉很怪异 那个时候霍姆大约19岁 她每天都会举办六七次将神会 前来参观的人是络绎不绝 很多人都知道霍姆具有非凡的能力 其实霍姆她最初对她自己的能力也并不感兴趣 她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医生 后来还真的有一个人送她去读医学院 可是霍姆从小的身体就不好 健康状况就影响了她的学习 她总是咳嗽 后来她的医生就建议她搬到英国去 1855年的时候霍姆在22岁 她离开了美国去了英国 结果她在英国是名声大噪 传遍了整个欧洲 很快就成了国际名人和皇室的常客了 她的崇拜者就包括拿破仑三世 还有德国皇帝荷兰女王 还有俄罗斯皇室成员 对于霍姆的能力 诗人布莱恩特和哈佛大学的威尔斯教授 他们在参加了多次将神会以后 联名发表了一份关于调查结果的声明 证明他们亲眼目睹的事实 声明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威尔斯和爱德华先生 他们用最大的力量握住桌子 但是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在和他们抗衡 至少有两次 当围着圆桌的人 把手放在桌子的顶部时 一股无形的力量抬起了桌子 可以看到桌子从地板上升起 并在空中漂浮了几秒钟 有一次威尔斯先生坐在桌子上 桌子猛烈的摇晃了一段时间 最后四条腿的桌子 只有两条腿着地 那这个姿势保持了30秒 当时没有任何人碰触这张桌子 那除了以上的描述 将神会上还经常会有其他一些 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发生 比如物体的重量会发生变化 有时会出现不同的气味 或者是物体可以伸长 这个调查报告就是说 霍姆的他的能力是真实的 著名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克鲁克斯 他对霍姆的将神会做了多次的测试 最终在1874年得出了结论 说霍姆的能力以及所发生的现象都是真实的 没想到他的这个结论 引来了科学界的全面嘲笑 估计那些科学界的人会认为 这个克鲁克斯是个叛徒 其实这个克鲁克斯他本人对灵性现象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 他认为科学家有责任去审查那些引起公众们注意的现象 以此确认他们的真实性 同时还能揭露骗子的伎量 这确实说明他打心里就不相信这些灵性的东西 是啊 但是他也说法拉第说过 法拉第就是那个发现了电磁感应的那个英国科学家吗 对就是他 法拉第说 在我们开始考虑任何涉及物理原理的问题之前 我们应该清楚的了解自然的可能和不可能 针对这句话 克鲁克斯说 我们不能说什么是可能和不可能的 因为有些是在纯数学之外 我们还无法来判定自然的可能性 我更愿意在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情况下进行调查 这说明克鲁克斯他还是比较客观的 不是那种盲目的就去否定什么的人 对 对于这个霍姆的能力 有人认为他可能是采用了某种魔术的手法 其中可能也有作弊的行为 但事实上这些都是来自什么二手三手的指控 没有说服力 因为在将神会当中 很多场地都是临时决定的 而且都是这个霍姆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所以对霍姆来说 没有可能预先安放什么设备 或者安插什么人给他做托 对啊 霍姆的能力应该是超出了今天的我们这个技术 能够科技能够证实的了 那最奇特的是 当现场的人握住一只无形的手的时候 他可以感受到 就是现场的人他可以感受到手的温暖 还可以看到物体被无形的手带动着在空气中移动 您说这个维多利亚时代正是科学很发达的时代 可是为什么这个通灵热潮这么备受关注呢 也可能是在那个时代达尔文进化论就出现了 这也是当时对创世学说的一种挑战 也是对灵魂的否定 所以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都反对的 尤其是宗教团体 那他们更不能接受这种理论了 所以呢这种不安的情绪 就让越来越多的人转向灵学 去寻找灵魂永生的证据 您这个解释哈也有点道理 其实这个悬浮术呢 也不只是只有霍姆 他一个人可以做到 历史上有关人可以悬浮的案例还是很多的 1910年英国著名探险家亚巴尔 他来到缅甸的北部的丛林 他在偏远山区的一座寺院里啊 就遇到了一位老和尚 这老和尚呢 每天早上都会在寺庙前面这个盘腿10分钟 然后呢身体就慢慢起空 在丛林山脉的上空悬浮大约30分钟 亚巴尔呢被这神奇的一幕就惊呆了 赶紧就用照相机拍下来了 回国以后呢 他在英国卫报上把这位僧人升空的场景公布于众了 当时呢 一些科学家并不相信 认为呢 这是亚巴尔的幻觉 不过亚巴尔他自己坚信 他当时脑袋是清楚的 目睹的场景呢 也是真实的 我想很多人会对这个故事存有质疑的 或者呢 是认为这只是一个童话故事而已 因为目前的科学还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 对啊我们在课本中都学到的这个宇宙中的四种粒都无法解释人体悬浮这种现象的 我们现在知道有脑场的存在了 我倒是觉得或许脑场可以解释这种现象 因为我们人的意念和脑场似乎是有关系的 不过呢 我们还是等待科学家给出答案吧 还不知道脑场是怎么回事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我们之前做过的这个关于脑场的一期节目 其实我觉得 不管科学上能否解释这种现象 但是至少呢 不能随便的你去否定它 因为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啊 还是太有限了 玄乎神乎 看不透的大千世界